大家好,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今集主持人Winnie 今集繼續有施生和我們談談樓市 你好,施生 你好 今日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 最新就佈175.04 按週再跌了0.63%,已經連跌了三週 最近CCL走勢都很反覆,有兩週升兩週跌 最新就連跌三週 是不是反映樓價向下呢 施生和你之前估計,今年全年有機會升15% 好像有些差別,你又怎樣看呢 幾個星期的上落,不足以判斷大市升跌 大市在高位增持了差不多兩、三年 沒有一個方向性的展現 這個只是從指數的角度來說 技術性方向不明顯 但如果從基本分析來說 影響樓市的因素不外,是政治、經濟、疫情 政治上,社會運動令社會相對撕裂 樓宇是不動產,一定受當地政治穩定性影響 所以這方面是不利的 經濟上,社會運動也多少影響經濟 到疫情發生 旅遊業、相關行業、零售業、餐廳、酒店等 都差不多半停頓 九成停頓 很多人沒有工作 其他行業的工資都受拖累 負擔能力受影響 這些樓宇是對樓市不利的 所以,過去的樓價是飽受壓抑下 都能夠維持高位 去年全年 我們中原城市領先指數的微跌1% 差別股額的指數,是微升的 所以,視乎你的採樣,是如何計算 輕微的上落,都不算方向性 我認為,在這麼多不利因素下 維持高位 其實是代表樓市的基礎很堅穩 抗跌力也很強 抗跌力也很強 如果環境一改變 因素相對有利 樓市會有方向性明確的行為 我自己,為何估計1.5% 因為市場上,都沒有人作出明確的方向性 升到35% 或者跌35% 因為市場上,都沒有人作出明確的方向性 所以,多少個% 其實,我一直都說 有人可以計算出來 我想表達的意見 今年的樓市,是傾向好的機會 多於傾向不好 傾向好之中 我認為,不是3%至2% 而是10%至上方向性 才明確的 所以,傳遞訊息的需要 多於計算到15.01% 所以,這是一個訊息 為何我認為今年的消息會好些 最主要是 香港,因為之前很多人擔心 在美國制裁下 香港原本扮演的角色 不能扮演 中介人發揮的機會少了 但我自己現在看到 中國的外循環,沒有萎縮 因為香港以前扮演的角色 在中國外循環有角色 內循環的角色很少 如果中國沒有外循環 要我們去搞內循環 要轉型,不是更容易 所以現在,如果有外循環 經濟還有機會發展 為何中國還有機會外循環 外循環,不是不外 貨物的循環 資金的循環,人員的循環 貨物循環,進出口 中國有增長,盈餘破紀錄 資金的循環 中國的直接海外投資 去年,增加超越美國 人民幣這麼強 就知道很多人去投資 否則,需要出那麼多人民幣 所以,資金的外循環還在 貨物的外循環還在 當疫情過了,不用封關 人員的循環都應該在 所以,我自己對香港的情況 沒有之前看得那麼低 如果正經的環境改善 香港人又會有角色扮演 經濟又會好 買樓的能力會提升 加上現在實際上 這麼多年來,增加供應 增來增去,都去不到以前高位 一年一萬多個,二萬個都不夠 去年落成兩個,過二萬 但新開工的就不夠 施生都退樓市的後市 看投信心的一票 當然要前面估計 沒有變化才行 即是外循環,沒有委縮 更增長才行 好,看看今年的樓價 是否真的升15% 說完二手樓價 不如說一手新判市場 市場統計 其實今年開局,一手新判 市場統計 一月全月,有超過1450宗一手成交 如果跟12月相比,即是升1.5倍 你又怎樣看 行業業界中說,這是樓市小陽春 施生,你又怎樣看? 或者你怎樣看農曆前後一手新判? 一千的 四百五十宗 一千四百 一年十二個月 數上都不夠二萬宗 很多嗎? 比十二月好 比十二月好 你要講香港實際的需求 單月比,當然比之前好 但是我自己認為 一個月二千五百宗 差不多 如果一個月有二千五百宗 我們一年就可以去供應高位 去到三萬宗一年 我們那個樓價,就有機會逐步逐步回落 如果仍然只有一萬多,二萬宗一年 一樣不夠分 香港有二百五十萬個家庭 二百五十萬個家庭 二百五十萬個家庭,低二萬宗 一百分之一都不夠 只要一百分之一的家庭買得起 已經消化了 所以收入低,就沒有機會買到樓 低少少已經買不到 所以要多些香港人買到樓 一定要將供應量增加 要看發展商肯不肯繼續推動 要政府有土地才行 發展商當然想蓋多些 他以前八十年代 一年三萬宗都能蓋電 他現在用不到他的全能力 他的產能是沒有用盡 老闆覺得浪費了 請這麼多人回來,都不能用 接下來的一手新盤 你覺得他們會繼續旺下去? 起碼旺到 一手多與少 其實不是用來分析市場 我一直認為二手市場 才能反映市場真正的情況 一手是少數發展商高層的判斷 不怕,開了 他就開了 開了,有時賣不出 有時便宜價賣 所以二手市場 是千百,甚至過萬 小業主 二手業主決定 二手業主、二手買家 用真根白銀去投票 逐個逐個分別去做判斷 他們的判斷總和 就是二手市場的情況 一手市場是十多個人去決定 幾個發展商 這個月多開盤 都不過十個發展商 都是五、六個左右 都是,盤大 他們決定開不開盤 他們決定開什麼價 不是市場較量的結果 是他主觀判斷 他開便宜了 一手賣 那不是市價 那是開錯價 其他小業主不肯賣 都不承認 所以我自己 不是不看 一手開出來 你看價格是否合理 多不多人應購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指示 但我更加會看二手指示 例如去年 二手市場的成交 有四萬一千多宗 差不多是近期 四年來最高的成交量 如果說跟額 可能有六年 六、七年最高的成交量 我們檢查一下成年紀錄 我憑印象 不會差太遠 去年的市場說 不好 其實是很多交投 趁低級 都不是趁低級 沒有低過 又是 被迫盈命 我本來都叫過 有些仍賣貴了 樓價向好 其實今個月月尾 政府會再推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全民都期待 今年會否繼續派錢 施先生 你對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有什麼期望 或者你有什麼建議給政府 全世界都派錢 派錢 一種就是 真的 逐個人逐個人派 另一種就是 比資產增值 當然你說不公平 有資產就升得多 但是全世界都在使用這個方法 美國股市又升 樓市又升 什麼都升 所以美國QE的時候 他們都分一份 如果香港 樓價剛才說 沒有什麼升 去年打和 去年印了這麼多銀子出來 全世界的錢 香港人那份沒有多 香港人多虧虧 本來可以吹買東西 買多一些 現在人家多了 人家買多過你 所以香港人是虧虧 政府 政府 人人都派錢 美國現在拿1萬9千億 1萬9千億 1萬9千億 等於274億 20多萬億 天文數字 你三代數錢 要1元1元數 三代都未數得快 很誇張 沒辦法 那怎麼辦 政府新一份財案 所以 人家鬥派街坊 亦都大家鬥派街坊 真的鬥派錢 美國1萬9千億之前都派過 你計算有多少 按比例派回香港人 還是樓市 要減納 減納是一種形式 減納 資產升值 政府不用銀行包 都可以派給一部分人 那些人就資產升值算了 另一群沒有資產的就派現金 好 我們怎樣 你說 盈餘不多 美國有沒有盈餘 美國獻債 債台高足了很多年 照牌 赤字預算 印字先 大家鬥快樂 人家也是這樣做 香港政府都可以參考一下 人家有一份 有資產的 資產升值 沒有資產的就派給沒有私人樓 當然你說 樓壓抑它 錢不派給它 當然不允許 現在最怕出現通縮 所以政府 我自己印象中 統計數字 香港已經有幾個月通縮 如果通縮就賤脈鬥窮人 九七之後就試過通縮 所以為了不出現通縮 政府其實都要看資產價格 不要被它萎縮太快 如果資產價格萎縮 商人就沒有能力再作投資 市民就沒有能力消費 經濟就一彈死水 好 我們看看裁爺新的一份裁案 可以怎樣幫助香港市民 今集和施生講到這麼多 謝謝施生 工作均設計 預測 不消 超år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